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最后用两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CMOS 它真正内部的电路设计是怎么达成的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课程吧 在 CMOS 内部电路结构这部分 第一个是 CMOS 内部的组成元件 第二个是 MOS FED 开关控制电路 第三个是 CMOS IC CD4069 反杂内部的电路分析 第四个是 CMOS IC CD4011 反击杂内部的电路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 CMOS 内部的组成元件 CMOS 内部它是使用增强时的 MOS FED 来组成的 那它会使用到 N 型的增强型 MOS FED 而且它使用了一个 N 型的增强型 MOS FED 之后 马上也会跟着使用一个 P 型的增强型 MOS FED 因为它采取这种两个互相对称 互补型的电路设计方式 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 CMOS 接下来我们来看 MOS FED 开关控制电路 这是复习电子学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N 型的增强型 MOS FED N 型 MOS 增强型 MOS FED 它正常使用 D 型 D 角我们要把它接到正电位 高电位 而 S 角要把它接到负电位或是低电位 接好之后呢 接下来如果我们把 G 级这个角输入高电位的时候 这时候 MOS FED 就会导通 如果我们把 G 级这只角输入低电位的时候 这时候 MOS FED 就不会导通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 P 型增强型 MOS FED 它的正常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 S 角是要把它接高电位 而 D 角要把它接低电位 这是正常使用的时候 当你把它接好之后呢 这时候如果把 G 角接入高电位的时候 这时候的 MOS FED 它是不会导通的 这时候如果把 G 角接入低电位的时候 它的 MOS FED 才会导通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分析 CMOS IC 4069 它内部的电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D 4069 内部的电路 它是长这样 它用了两个 MOS FED 上面是一个 P 型的 MOS FED 下面是一个 N 型的 MOS FED 因为它使用了一个 P 型的 MOS FED 之后 马上又会使用一个 N 型的 MOS FED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这是互补型的电路设计 又称为 CMOS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它的真值表 当我们这个输入 A 是等于 0 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当你上面这个 P 型的 MOS FED 它如果输入 G 角是 0 的时候 它是可以导通的 但是下面这个 N 型的 它反而就不能导通 结果上面那个一导通 好像上面的电源就直接输出到 F 而 F 却没办法接到下面的 0 所以这时候的输出 F 就会是得到 1 也就是说当输入是 0 的时候 输出就会得到 1 接下来我们看 当 A 是 1 的时候 我们刚刚也提过 当这个输入是高电位的时候 这时候 P MOS 它是没办法导通的 所以上面那个 P MOS 它就变成关掉了 然后下面这一个 M MOS 它反而是导通的 所以 F 角就被接到 D 了 这时候 F 就会输出的 0 所以当输入是 1 的时候 输出就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这个电路它的输入是 0 的时候 输出会得到 1 它的输入是 1 的时候 输出就会得到 0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反杂的电路了 接下来我们看 CD 4011 反击杂 它内部电路的分析 那这是一个 CD 4011 它内部的完整电路图 它有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那么它的真指表是 任何一个输入是 0 的时候 都会让输出变成 1 除了两个输入都是 1 输出大概会变成 0 这是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先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两个 PMOS 并联在一起 会有哪些情况 这时候输入 A 和 B 分别接到两个 PMOS 而这两个 PMOS 是并联连接在一起的 这时候如果 A 和 B 都是 0 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那个规则了 当 PMOS 输入是 0 的时候 它是会导通的 所以上面的正电源都会往下跑 跑到 F 这里来 那 F 当然就会得到是 1 接下来我们看 A 是等于 0 B 是等于 1 的时候 这时候呢 左边这个 PMOS 它会导通 但是右边那一个已经被关掉了 但是被关掉没关系啊 我的上面的电源 一样可以从左边这个 PMOS 然后呢 流到 F 这边来 所以 F 还是一样可以得到 1 同样的 如果输入是 1 跟 0 的时候 换成左边这个不导通了 但是右边那一个一样是导通的 所以电源一样能够输出到 F 所以 F 一样是得到 1 除了什么情况 就是当 A 跟 B 两个都是 1 的时候 这时候两个 MOS AVT 都被关掉了 这时候输出电源没办法到 F 那里 F 没有电压就变成是 0 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串联的两个 M MOS 它会有哪种情况 首先我们让这两个 A 等于 0 B 也是等于 0 那么接到这个 M MOS 那这个 M MOS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当输入 G 角是 0 的时候 它是不会导通的 所以当 A 等于 0 B 等于 0 的时候 这两个通通是不会导通 所以它没办法接到 D 没办法接到 D 呢 事实上这个词它是接到上面的 上面就是电源部分 所以它会输出到 1 它没有被接到 0 所以输出就变成是 1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输入接 0 跟 1 的时候 这时候呢 上面这个 M MOS 它不会导通 然后下面这个 M MOS 是会导通的 但是没用 因为 F 呢 第一关就被卡住了 所以它还是没办法接到下面的 0 所以它还是接到上面的 1 所以这时候输出会是 1 接下来我们来看 A 是 1 B 是 0 的情况 这时候呢 上面的 MOS FET 虽然已经导通了 但是下面这一个 M MOS 它却是不导通的 所以呢 这个 F 还是没有被接到 D 事实上这时候它还是接到上面的 VCC 所以它输出还是 1 除了一个情况就是 当 A 等于 1 V 也是等于 1 的时候 这时候两个 M MOS 它都导通了 一导通呢 结果 F 被接到下面的 D 这时候它的输出就会等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并连和串连的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再重新来分析这个电路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输入 A 跟 B 是 0 0 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面两个登基里都导通 而下面两个登基里都是不导通的 这时候我们的输出就会得到 1 接下来我们如果接 0 跟 1 的时候 那么上面的并连的两颗 左边已经导通了 但是右边不会导通 下面呢上面那一颗是导通的 下面那一个是不导通 所以呢 F 呢一样会接到上面 它是变成 High 而没办法接到下面 不会是 Low 所以输出是 High 接下来是 A 是 1 B 是 0 的时候 就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这时候左边上面那一个 MOS FET 是关掉的 而右边这个 MOS FET 是导通的 那么下面呢 这两颗串连的上面是打开的 但是下面是关掉的 所以我们的 F 呢 这时候可以接到上面去 却没办法接到下面 所以它的输出还是一样是 High 当我输入是 1 跟 1 的时候 这时候上面两个 M 两个 P MOS 都是关掉的 这时候 F 没办法接到上面 但是呢下面两个串连都已经打开了 所以这个 F 呢 会直接被接到下面变成是 0 所以当输入是 1 跟 1 的时候 输出 F 才有机会成为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增值表 写在左边这个表格 也就是说当任何一个输入都是 0 的时候 输出都会是 1 除为呢 是两个输入都是 1 输出才会是 0 这就是 NAND 它的增值表 那么除了 NAND 真正的 401 它的内部电路呢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左边绿色圈圈这里呢 它是 NAND 的增值表 但是真实的电路却还有右边这些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 右边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它是一个反向的电路 所以呢 除了 NAND 杂呢 我们输出了又多 它在 401 里面又多接了一个反向电路 然后呢 它又接了第二次的反向的电路 所以呢 它接了两次反向电路 等于又没有接反向的 这才是 401 它内部真正的那个电路 那么它为什么要再接两个反向电路 变成没有反向又回到所谓的反击杂呢 因为它这是属于 IC 设计的课程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上大学上研究所 学 IC 设计的时候 会学到这一部分 这是为了要能够让输出推动更大的电流 所以才需要加上这两集 一集一集增加它的推动电流 而设计进去的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整个完整的电路就是这样子 它得到我们最后的结果 经过上述的学习之后 同学应该具备以下四项能力 第一个 能够了解 CMOS IC 它主要的组成元件 第二个 能够了解 MOS FED 它的开关电路 第三个 能够培养分析 CMOS IC 内部电路的能力 最后一个 要能够了解 CMOS IC 它的优惠缺点 同学你都了解了吗 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地方 记得要回去看投影片